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 今天要用三分钟带你了解世界羽球排名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世界羽球排名的系统是由选手一年内十场比赛的最高的积分 加起来就是该选手在世界排名上的积分 听起来很复杂吗?没关系,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懂 这是BWF的世界排名页面,想了解的你也可以Google去看 中间是比的比赛,左边是比赛时间,右边是他比赛的名次 然后再往右边一格是他那次得到的积分 那举例来说,周燕成这一年打了19场这么多的比赛 而周燕成的世界排名是由他这19场中取10场最高积分 来当作他的世界排名积分 所以你在BWF的排名官网可以看到有列入10场计算的比赛 旁边都会有个小红点标记 这就是世界排名如何运作的,就这么简单 诶,可是还不到三分钟诶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比较进阶的情况 我们知道排名是由一年内10场最高分的比赛 那你也知道的,岁月不饶人,时间也是在走的 所以你看到周燕成最底下的积分是去年奥运 旁边有写是2016年的第33周 也就是说今年2017年的第33周一过 周燕成的这场积分将会消失 并由其他多的比赛积分补上 所以时间在走,选手持续比赛要有 周燕成一年内打了19场比赛也是很拼 那你看到李仲伟在积分上一年内只有9场比赛 还计算不满10场,就可以在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李仲伟参加的比赛都是高积分的比赛 而且名次也都不错 9场比赛的积分是超过周燕成的10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顶尖选手 你如果有把握10场比赛都拿到冠军或亚军 那你真的一年内只要打10场比赛 你就可以维持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位置 那就拿另外一名男单选手许恩豪来说 这一年他打了24场比赛 但是排名只有30名 这表示他24场比赛表现并不如预期 积分都是低于5000分 所以一些二线的选手里面 因为他们实体有差距 状况有时好有时坏 看看能不能有10场是他状态好的比赛来作为积分 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动画给大家看 黑色的时间轴是每年的比赛 红色条代表选手的一年 每年9月日本公开赛当作开始的话 选手的一年会随着时间在走而有变化 当他今年打完日本公开赛 一直到明年的日本公开赛的时候 会取得他今年日本公开赛的积分 而随着时间推进 之前比过的比赛会慢慢消失 未来要继续补进 这就是为什么戴智颖在有实力了之后 他不必要再打这么多比赛 他只要挑积分高的比赛来打 只要能拿下好成绩 自然球后的位置就可以一直坐着 时间到了再补一场新的积分 就可以继续维持 好今天的世界排名介绍的影片就到这里哦 下次还想看什么主题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能不能在影片下方帮我按个订阅呢 也可以到粉丝团的按赞 关注我最新的消息 我是小红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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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